吃米还是吃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炸酱面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吃米和吃面哪一个更健康 都说南方吃米,北方吃面 所以很多人就表示吃面比吃米更容易发胖 吓得我早上都不敢吃热干面了 那到底是吃米还是吃面呢? 这个问题往下看 吃谁更营养,大米和面的主要营养成分差不多 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最多 其次为蛋白质,再次为脂肪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等 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 跟同等重量的大米相比,面粉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钙、钾等大多数的营养素含量要高一些 其中膳食纤维、维生素B1、维生素E和钙的含量 是大米的两倍多 在蛋白质方面,面粉含量比大米高 但质量比大米低 简单来说,综合考虑必须N基酸比重 蛋白质的消化率和可利用率等 大米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吃谁更减肥 同等质量的米和面粉所含卡路里量两者不相上下 而100克馒头的热量为223千卡 米饭为116千卡 同样是100克,馒头的热量是米饭的两倍之多 问题处在含水量 米饭很擅长吸水,含水量高达71%左右 馒头则是主食界不太能吸水的选手 含水量只有44% 这使得馒头的能量密度达到米饭的两倍以上 堪称吃一份顶两份 因此,吃相同重量的馒头和米饭 馒头摄入的热量更高 但吃馒头获得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多 相对更抗恶 吃面和吃米到底谁更不易胖很难说清 其实,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 它们的饱腹感都比较低 不利于减肥,且生糖指数较高 不利于血糖控制 糖尿病人应该限制吃米和面的量 想控制体重和血糖 要常吃红豆、云豆、绿豆等富含淀粉的豆子 它们饱腹感特别强 消化速度慢 血糖升高平缓 吃谁更养胃 精米和白面都是相当好消化的食物 很多人认为 喝粥和用汤泡饭是养胃的好吃法 但这种观点有些片面 长期喝粥,吃汤泡饭并不能养胃 其实面食和米饭都是比较好消化的食物 都很适合保护肠胃 当然肠胃不好的人 是更适合吃面食或者喝粥 吃米饭是不太适合的 吃米饭和吃面食对于养胃来说 主要是加工方式来决定的 比如在蒸米饭的过程中 加入过多的水 淀粉的糊化就更彻底 就会利于肠胃的吸收 反之就不太利于肠胃的吸收 面食在经过发酵后 淀粉就会在淀粉酶的做发生分解 这样就有助于消化和吸收 当然有人说那面条就不是发酵食物 但是面条加热后糊化也很彻底 对我也是有好处的 大饼没有经过发酵的话就不利于消化吸收 有些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在吃面食的适合 还可以适量的放点减 这样做会更利于肠胃 所以胃不好的人可能吃面食更好一些 从以上三点来看 米饭和面食各有优缺点 也分不出谁更好谁不好 爱吃哪个还看个人的喜好和身体状况 喜欢吃哪种就吃哪种 适合哪种主食就吃哪种 自己喜欢吃的能给身体带来好处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不必过分追求吃哪个更好 粥和汤泡饭往往未经咀嚼就吞下 没有被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进行初步消化 过多的水分摄入吸湿了胃液 还使得胃容量增大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胃的负担 长期喝粥也容易导致营养摄入不足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用米粥 馉头 软米饭 软面条当主食均可 患有胃溃疡的人对于正常的米面主食可以吃 注意细嚼慢咽即可 而胃酸过多的人多吃加减的面质品是更好的选择 有助中和胃酸 所以胃病患者不能顿顿喝粥 可每天喝一次 还可适当吃一些面食 每一口嚼15-20次 同样有助养胃 三 不同的主食 往往有不同的搭配 吃米饭的时候 我们一般习惯用几道菜来搭配 给予下饭 蔬菜 豆类 肉类 基本一餐里都能吃到 馒头也常见以上搭配 但米饭讲究下饭菜 而馒头 干啃就很香 满口回荡的小麦香气 不知不觉一个大馒头就下肚了 在妈妈们的手中 馒头更是变换出各种花样 改吃不腻 各种饼也是面食的主力 俩俩肥瘦相间的肉夹馍 再配上碗凉皮 富方碳水 美滋滋 各种馅料的火烧 不需要什么配菜就能实现满足的一餐 还有当仁不让的面食主角面条 油泼面 骚子面 刀削面 别昂悲昂面 和了面 牛肉拉面 群雄争霸 各手一鱼 总之 种种原因叠加 造成了我们吃面食比吃米饭更容易涨标 难道享受就得放弃馒头面条 米面杂粮都要吃 健康开心都重要 在主食这件事上 最正确的答案当然是 吃粗粮 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直倡导多吃粗粮 少吃精碳水 帮助血糖稳一点 更利于长期健康 但现实中往往难以坚持 一来是自己不做饭 吃到粗粮的机会少 二来是粗粮确实没有精碳水 让人快乐 生活嘛 总要讲究平衡 兼顾开心与健康 我们可以做出一点点调整 一 吃馒头时注意分量 别吃太多 馒头等吸水量低的面食 能量密度偏高 如果每餐都扎扎实实 一两个大馒头下肚 作为主食容易功能比超标 久而久之就化作肥标 囤在腰上了 二 多吃点配菜 蘸蘸肚子 很多面食尤其面条 非常善于靠自己的力量 撑起一顿饭 咱们要有意识地规避这一点 多点个小青菜 加个蛋 有条件地再加个鸡腿 尽量搭配多样的食物 让自己吃得营养均衡一些 所以北方饮食习惯是先吃菜 等菜快吃完的时候 再上煮食馒头 包子什么的 这时候吃一点就饱了 三 吃面条时 可以多嚼嚼再往下咽 米饭是一粒粒的 咀嚼时间较长 进食速度慢 有助于增加饱腹感 避免吃太多 而面条是一条条的 吸溜吸溜 突如突如就下肚了 吃得太快会使饱腹感迟到 你不小心就吃撑了 四 米饭不是洪水猛兽 吃起来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 过去我们习惯把米饭 作为长胖的凶手 吃一口都觉得是罪过 但很多研究区发现 正常吃米饭 其实不会催人肥胖 它仍然是不错的碳水来源 当然 如果能用杂粮 土豆等代替一部分精米精面 就更好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